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干猫 你看的是小松鼠 这是长吻松鼠 有名红嘴松鼠 它的尾巴和脸部呈现羞红色 长吻松鼠常常到地面和草堆种蜜食 在早上可黄昏时期最为活跃 小松鼠 快过来 别走啊 不要在意 野生动物对人类都比较警惕 可是我想跟小动物们交朋友呀 就像动物学者一样 大头儿子 那里有一只白鹿 哪里 哪里 就在前面的芦苇丛中 白鹿只在白天活动 以甲壳类 水生昆虫 小鱼和蛙类为食 主要在潜水区域觅食 丹宝 你先别介绍了 我都还没找到你说的白鹿呢 来吧 咱们靠近一点 白鹿的胆子非常小 很难靠近 我们可能会吓到它 你放心吧 我是来和它们交朋友的 而且我还拿了好吃的 肯定能让它们高兴 大头儿子 白鹿 白鹿 快出来 我们交个朋友吧 连白鹿也不想和我做朋友吗 蛋宝 我怎么做才能让小动物们主动靠近我呀 主动靠近人类的小动物 蛋宝 这是野猪吗 这是一只山猪 杂食性动物 主要以植物为食 会用坚挺的鼻子挖掘植物的根茎去 蛋宝 不害怕 一般来说 我们只要不主动刺激它就好了 并把山猪牵牵的道路绕出来 它就不会主动攻击人 太好了 小动物主动靠近你了 一点也不好 山猪长得太压人了 牛牛在这里干什么 哎呀 好多蜜蜂 我记得牛牛最喜欢蜂蜜水了 牛牛 快走开 这里的蜜蜂可厉害了 对嘛 走吧 走吧 动物食者就是要保护小动物们的安全 大头儿子 刚刚我们介绍了长吻松鼠 白鹿和山猪的习性 你都记得多少 呃 大宝 我刚刚只想着和它们玩 没仔细听 而且野生动物太难相处了 嗯 我想学一些我们常见的动物知识 好吧 嗯 哎 哎 哎 毛肉肉 你知道吗 哎 哎绵羊们看起来很温顺 但其实它们的适应能力非常强 就算只有很少的食物和水 它们也能生存 而且还不容易生病 是吗 我还以为它们很娇弱呢 奇怪 怎么不吃呢 小明 你知道吗 绵羊的嗅觉是很灵敏的 它们不喜欢沾着泥土的草 好痒啊 大头哥哥 你真厉害 这么了解绵羊 我可是要成为动物食者的 需要了解的可不只是绵羊 你们知道吗 无论是公牛母牛都会长脚 只不过呢 母牛的脚比较短一些 我还以为只有公牛长脚 大头 你真不愧是动物食者 大头哥哥 把你知道的动物知识 都跟我们讲一讲吧 没问题 桃桃和琪琪这种小猴子特别的调皮 据说公猴在成年之后都会被赶出家门 它们需要独立生活 你们看 桃桃和琪琪这么调皮 它们肯定很早就离开了家 原来是这样 桃桃和琪琪是因为意外受伤 被花婆婆收养了 就一直在附近生活 大头 我确定的是不能乱说哦 这样会误导大家的 大头哥哥说错了吗 动物食者也会犯错呀 这个 其实我 其实我现在还不是什么动物食者 就是刚才让蛋宝教了我一点知识 我对小动物们还不够了解 大头儿子还在学习 对不起 我目前只学了一点东西 就自以为是了 我不应该这样做 大头 你只是太过着急 才依赖了蛋宝 喜欢学习是好事啊 而且你确实跟我们分享了一些知识啊 大头 慢慢来吧 蛋宝 你没事吧 牛牛 这是怎么了 看起来很功夫啊 哪里不舒服嘛 大头 你能不能让蛋宝给牛牛检查一下呀 嗯 蛋宝 麻烦你了 交 交给我吧 嘿嘿 牛牛睡眠不足 身体过于疲惫 只要静静睡一觉 啊 啊 啊 蛋宝 你看牛牛现在这个样子 怎么看都不是想睡觉吧 没问题 我来播放摇篮曲 哈哈 哈哈 啊 这摇篮不行啊 要想想其他办法才可以 我们去找巴伯伯 大头 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头 爸爸 牛牛不舒服 蛋宝好像也出了问题了 蛋宝的内部零件好像疏散了 别担心 我很快就把它修好了 哦 太好了 蛋宝 牛牛一直在惨焦 你快看看 它是怎么了呀 交给我吧 呃 呃 无法诊断问题 什么 牛牛的病状不在数据库里 可是蛋宝 你明明什么都知道的呀 大头儿子 蛋宝记载的只是目前出现过的这些病状 或许牛牛得了很近的疾病了呢 可怜的牛牛 我们该怎么办呢 不行不行 我要想想办法 我能为牛牛做些什么呢 牛牛 干过什么呢 牛牛 干过什么呢 呱… 呆头 算了吧 牛牛不想别人碰她 牛牛 也怕 是不是 哪里疼 快让我看看吧 好 大一个众包 这是被蜜蜂撞了吧 被蜜蜂遮伤 抽线检查伤口有误度针 拔出针头后 用肥皂水冲洗伤口 我这就去拿工具 别闹了 妞妞 以后不要再去骚扰小蜜蜂了 原来如此 妞妞喜欢喝蜂蜜水 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大头 这么小的一件事 你都能联想起来 挺厉害的嘛 没有了 我只是碰巧露锅而已 大头儿子 看来啊 你已经把问题给解决了 不愧是动物使者呀 瓜伯伯 您就别夸我了 我了解的知识还不够多 哪里能成为动物使者 大头儿子 只有真正关心动物的人 才能获得动物们的信任 这个呀 才是动物使者最重要的品质 关心动物 对呀 大头儿子 大头儿子 你去哪儿 去学习关心小动物们的知识去咯 给个大头儿子